電影俠,Ryan,Pinky,小兵監製,後巷電影院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星期的後巷電影院 快到臨近聖誕,聖誕之前的炮灰 我其實也不是炮灰,大家有很多衝出來 有些你猜他收不到,他又收到 你猜他收到,他又未必一定收到 一堆片衝出來,也要避開一些大片 因為下個星期的大片都相當多 中英都有,霸了戲院,轉頭去介紹 霸完了戲院,其他片沒有訂棋 今個星期已經出現很多華語電影 一上來之後就沒有訂棋的狀況 今個星期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現象 為什麼呢?開畫電影十套 但其實有超過一半上的長數呢 其實上的長數呢,其實30場都沒有 即是平均你要找他們的長數看,已經相當困難 還有一些,連尾又要駁上五場的電影 所以這個星期是一個相當大的亂局 重點是市場重心 本來大型發行是應該有兩套 但兩套其實開畫的成績是差天拱地 成績比較好的就是Sony Pictures 發行的《逃出魔幻紀》 今次是第二集,叫做《霸氣勝利 reboot》的第二集 當然是繼續找回上一集那麼收得的主角 開畫五十一間四百五十場 一萬九人次每場面公司四十三位八四萬 星期六場數加一成八 去到五十間五百三十場 四萬一人次每場面公司一七十九 但並不是全日最高 一會會講又另一套 三百二十萬,三日是六百五十萬 算是差不多啦 即是那些reboot 其實我都覺得這些類型的片 都已經變成ROCK系列了 總之你見到ROCK就是它的那個方式 當然這個就長開長有 那Jumanji reboot之後 沒想過大家都要開續集 好了,但接下來好像已經沒有新片了 不是啦 接著要講一講二三位 因為這兩套我自己都覺得 值得先講了 先講其他新片的情況 排第二季的 迪斯利發行 很多新朋友會喜歡 電影合奏 一般的這個魔雪奇緣2 去到呢 已經上到第四個週末了 仍然五十二間上到三百六十場 星期六的場數比星期四還要多四成 二萬人次 每除名工人次五十五 都收到八四萬 連上星期日已經過四千五百萬 繼續可以減金啊 不是減症啊 接著下來這套片 真厲害 這套片 發行量不高 但是成績相當之好的呢 返校 台灣導演徐漢強的第一套作品 那麼去到星期四呢 仍然是十一間呢 每一間上六場呢 每場明工人次是五十八 是全日之冠 即是收三萬 星期六呢 場數是增加了四成啊 十一間九十五場呢 是七千七人次 每場明工人次是八十二 是擊敗逃出魔幻紀啊 推算收入是六十三萬 十日過五百萬 以一個只排得十一間戲院的狀態 嘩這條數都真是很厲害 即是接近可以用井噴來形容 這一個市場效應啦 那就正好 不過這一個我覺得都是一些可依不可在啦 題材都是啦 或者市場範圍都是啦 那這一套如果 好像今個星期之前好像聽說 都有加推這個4DX的版本啦 但個人認為如果你看4DX的版本 你有一半呢 作位應該不太懂得動的 因為呢 圖片的紋氣在製造一半而已 不是跟觸那個遊戲的 你跟觸那個遊戲 就可以全場動 但是呢 不是跟觸那個遊戲 你現在動到一半的 其實呢 我一直都覺得呢 其實呢 即是你 跟觸 其實根本是沒有什麼地方 是值得你去到 拿這個 即是4DX的效果 我可以說一句啦 又是一件好事咯 That's all 好了 接下來 同樣大型發行呢 即是這個片子 即是一改出來呢 是形容著好片的小情人表現啦 這期呢 環球發行的兩套片 兩套聖誕前推的聖誕片都很實際 那麼 上星期推的去年聖誕 好亂來啦 那麼 顯得亂來啦 那麼仍然這個星期 竟然排第五 那麼 四十三間 那麼 八一場 星期六 四千一人死 十日三百萬啦 但是這個星期更大鑊 聖誕大空日 不要誤會 我們講的空字 不是形容身體部位 大家不要誤會 這套不是日活丸線的鹹片 這套一套 講的一些殺人片 但是四十四間八四場 第一日每場片的人試 十位 十萬 星期六 八萬 三日 二十六萬 真係大空啊 不要緊要啦 Black Friday其實是一套重拍作品來的 那麼這套重拍作品呢 那麼根本上 台灣都上了 叫黑色這個聖誕日 那麼 但是呢 狀況出回來呢 都是不多得的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女權主義太過旺盛的關係啦 整套電影就是 一堆 當然有些男人都抵死的 有些片裏面的設定 那只不過是整套電影就變成一堆女人 怎麼反殺那些男人 那至於 就是 那就是出埃及記 啊 但是殺的時候 其實 那整套電影有一點點 你想做這個 Happy Death's Day 那樣的狀態 但是 因為到月都是Universal 那 都是Universe的 但是他出回來的效果 有一點差點 那麼 這個 啊 即未落去的觀眾呢 你如果想要血 這套血是不夠的 你想要Sex 這套Sex 更加是沒有的 因為基本上是 即是他重點是殺男人 那當然沒有Sex 給你啦 看回出埃及記算啦 可能會滿足些 好啦 接下來 Scream Media 發行的一套動畫 聽見片名已經沒有興趣 摩鏡肥圓 嗯 香港觀眾很怕看肥的 嗯 第一日 23間 57場 每齊名官人次 6位 星期六 22間 54場 每齊名官人次 24位 3日 30萬港元 好啦 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講講呢 一些華語片的表現啦 這個星期呢 開三套的華語片啦 中國大陸的片呢 成績呢 都是鬥撲的 星期介紹這一套呢 看完應該看到你 吹象的一套電影 吹哨人 導演 薛曉露 演員陣容 有 雷佳音 和這個 湯維喔 對了 那麼 16間 46場開玩 每齊名官人次 13位 星期六 立即縮了兩成場 售十六間三十六場 每場名官人次 16位 三日 九萬九 沒辦法啦 吹哨人 這個 怎麼說呢 其實那些人 約場之前 他首先都不一定知道 這個吹哨人的意義是什麼啦 當然這個 純粹於是根據相關政策去拍 我又覺得不關事的 純粹的目標就是 說過相遇這樣 相遇事故 機密 如何去做這個 平衡的故事 但是這個故事呢 你又說得不得不得 這個轉頭 我覺得有機會再講啦 所以其實 有少少整套電影 我覺得 真是浪費了 那些湯維 對了 跟著 去到第二套 這套片呢 找場所都嚴重 第一日五間六場 星期六只有四間四場 大約在冬季 那麼 大約在冬季 雙喜發行的片 第一日每層民國人次六位 第二日每層民國人次九位 第三日每層民國人次十九位 三日萬一元 其實呢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來的 因為怎麼說呢 因為大約在冬季呢 其實淚地失的一點都不差的 因為大約在冬季呢 本身來講 這套片其實 質素也是不差的 馬思神 但問題是呢 香港排的那些時間段呢 全部是相當之溜昂 看清的天地堂 一是天一是地 如果不然呢 就有一些 你平時都很難去拜訪的戲院 於是呢 結果就是 就算我想看 在香港想補看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補回去 葵聰的Numan Cinema 是比較多場數 不過呢 那位非常之優越 好了 接著跟大家講講這一套 看一段影片 真的不知道怎麼讀 叫兩隻老虎 還是叫兩子老虎呢 因為香港的鳳凡體字 只是寫一個子字 演員是趙薇監製的片 有葛優 有這個喬參 但是 五間九場呢 是成為本身的炮灰 第一日 九場 三十一位觀眾 第二日 九場 六十四位觀眾 第三日 剩下七場 五十一位觀眾 三日合起來 八五位觀眾都不夠 那我覺得呢 這一套呢 其實類地的風評是OK的 趙薇和葛優呢 都是最喜奇來講 加上李飛 其實是 插出來的火花是OK的 但是很可惜啦 可能葛優之前是英王 尤其是對著香港英王 之前的劣助斑斑的關係呢 導致這一套呢 都是出於一個非常之有限度的上影 於是大家其實都有相當之無奈 而且呢 今次再轉這兩隻老虎呢 來英王自己的戲院呢 牌的數量呢 都是少之有少的 那麼 兩子老虎 便是小媽三隻咯 對的咯 趁學回去嘛 本週呢 還有另外呢 四套片發行 但是成績都是一般的 復仇母親啦 賣就賣理應愛復出啦 雙喜發人影片 十四間呢 才上了三十四場 第一日呢 是五百五人次 每場名官員次十六位二萬七 星期六呢 已經被人剪了兩成半的場所 十三間 剩下二十六場呢 每場名官員次都是剩下二十二位 三人是百萬多的 那麼 即是 都好像電影盒是之前看了的 是的 那麼其實呢 這套片呢 你講真 即是 我又不會覺得特別 應該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套片呢 大家是需要少少捱的 因為那個狀況是在於 那 那個 韓國片有分兩種 一種很緊湊的 那另一種呢 其實你要剪很長的劇情 這一套完全就是屬於 第二種啦 那 所以變成大家 這個雖然是李英愛呢 都已經 擴圍了成十四年啦 即是親切的金子之後 就沒有在正式拍這個電影之後 那重新復出的這個作品呢 那 所以它在韓國的這個 即是效果呢 都幾兩極的 即是有些人說這套片是OK的 但是那個市場的走向呢 一般都不是很好 因為實際是這套故事呢 到很後期才突然之間出緊湊 前半套呢 你很容易進入這個分碎的狀態的 買多點小食入場啦 大家 好啦 接下來 安樂發行的這一套日本片 非常霸奇獄 四間每間上得三場 平日每場十三人 周末就二十人 三日就三萬二 這套呢 真的很多人 由於是這個 我就是 亞洲電影節之後 尤其這個 《狂野馬拉蟲》之後 很多人挺喜歡這一套的 因為擺明什麼都沒有的棋獄 突然之間包裝成 一個反抗的基地 那些棋獄猶如反抗這個 東京都 於是他又把棋獄文化 推展到全國 那其實呢 中間其實你有很多 搞笑的 就是二次元的做法 那這個我覺得 其實如果對於日本那些 即是你那些大明啊 那些次文化 是特別有興趣的 其實這一套你會看到幾開懷的 你看到最後最後那首歌呢 已經是韓闊了整套電影的了 即是一個棋獄者 一個什麼都沒有的 這一個院 那其實呢 大家但是又很喜歡這個地方 又為什麼呢 就簡單一點點 就是這樣的故事 只不過是天馬喉空 也是瘋得來很雲巡的 一套電影來的 好啦 那入座比較街的呢 有兩套小型發行片 第一發行 《獄火的少女畫像》 那 三間才能上十場而已 平日每場冥軍次26位 假日是35位 三日是48,000 那另外一套 MM2發行 不知道為什麼 遲了一個星期呢 就淪為呢 三間上得三場的一套印度片 為寶珍先生問號 那 星期六呢 其實都有83位觀眾入場的 不過 一日上得一場 那上來做什麼呢 其實寶珍先生之前 都有做過一些 嘗試做一些優先 但問題在於 其實 這套片呢 就是說 一個印度的男人 又一百聲像女人 跟著打電話之後 跟著那些人呢 就 就是扮女人打電話 跟著來 那些人就喜歡了 聽下去呢 有一點點好像這個 就是 導師啊 有一點點好像這個 就是 簡單地說 你無故喜歡一個男人 你以為是女人的 那 其實那個故事呢 本身你就算 啊 在 香港片來講 就是一些電話 這樣的騙案 其實那些人 都不會特別喜歡 那 那你 那套片就算多好笑 或者多感人都好 你又放進去印度片 香港的市場的受眾 一向是相當之一般的 印度片反而 是一海之隔的位 就是其實在 即是在深圳 或者是在淚地 那其實定期有些印度片的 上網的成績都不差的 但是香港區 就真是一路都差一點的 那這個星期 那這個市場呢 值得跟大家講講的 那 拿到一分鐘時間講的 就是 上海外片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這一套 神探百浪福比利大閘謀殺案的 因為呢 其實呢 上了十日呢 即是其實上了十七日 累積都過了一千萬的 那麼 聲光響響啦 四十五間星期六 上八九場仍然 每成本那次四十二位有八千人 都可以說 算是相當之出色啦 那 那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 都可以約詳細看看啦 因為下星期已經都沒有什麼希望啦 那麼 好 那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轉向回來的就是 侯航電園 好啦 回來第二節的侯航電園 那 繼續回這個話題啦 那 這個呢 剛才講到啦 那有些電影呢 其實下個星期 就去屠殺這個市場的 那 其實呢 今次的聖誕檔期呢 都可以說呢 幾年之前聖誕的翻版 都是這兩套片 一套片的第七集 對另一套片的第三集 今次是第九集對第四集 那麼 先來介紹一下這個西片的代表啦 迪士尼發行啦 George Locas Locas Film的 星球大戰天行者崛起 亦都是整個Series裏面呢 九集的最後一集 不過呢 第八集好像去評價 就一般的啊 不過這套片的聖誕就是 甚麼版本都有 2D 3D i 4D X 甚麼都齊齊 其實呢 都說啦 那麼今次呢 這個雖然的英文片名叫做 Rise of Skywalker 即是你可能有一堆Skywalker崛起 不知好像Terminator 但是呢 那個 又告訴你 其實這一套呢 就是Skywalker家族 是最後一套來的 他全其中會的落幕 故事去繼續傳送啦 那即是其實要Restart成 星誌的故事啦 好啦 那即是到了第九集啦 那你又去回這個J.J.Oberman 自己回來七度啦 那 結論究竟會是怎樣呢 那很快其實18號大家就知道的啦 那 這一套其實 對於很多朋友來說呢 都已經叫做一個時代的終結 那 院商呢 其實十月一號呢 都開始預售飛 那 有些戲院就表示呢 預售那個反應呢 就不算非常熱烈 那 這一句說話 我也是引述院商說的 各位星戰粉絲呢 就不要在這裡插啦 因為呢 到時這個成績呢 小弟決定的預測呢 是封盤的 是 好啦 先來介紹 跟著是第二套顯啦 聲戰就是十八號的五點鐘呢 大家已經可以入場看的啦 而另一套片呢 聲稱是二十號上 但也都在十九號呢 已經是優先場上七點半和九點半的呢 這個電影呢就是 是葉問四元結篇啦 那就是東方影業的年度巨獻的 那 文說恩子丹的片酬就是一億 那 但也都聲稱這套片呢 是將會是恩子丹的最後一套功夫片啦 那 那麼 繼續班底組合呢 導演呢 是葉偉信 那麼 這個八爺 緣和平就是動作設計 那至於其他的演員陣容呢 包括呢是有吳越啦 有羅網 也都有Chris Collins 再加一些外籍的演員去打的 而今次的故事呢 就由香港呢 跳到上三藩市 好啦 那繼續也要打洋人啦 那繼續也要打這個 是不是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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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卿這個中國功夫啦 那大家其實也都會看到呢 今集圓面是有李小龍的 慣常 小不自己的陳國坤的 是啊 那麼值得留意的呢 就是葉問四呢 是將會推出4DX的版本啦 那麼 那文說上一集的4DX的版本呢 是沒有什麼看的 這次不知道會不會更真實呢 這次呢 其實如果看這個預告呢 那麼 打的場數呢 就大大的激增的 但是呢 有一件事要大家大大的注意呢 就是呢 其實呢 這個葉問四呢 究竟會不會死呢 那就不知道啦 但是呢 當年他用了這個 當年王秋生都用過的 那個最後一戰啊 那些終極一戰啊 這些這樣的句子 那究竟要打到什麼時候呢 那大家到時的場才知道啦 那小題是看過的 那可以說呢 動作的比例相當多的 而且呢 也都打得幾精彩的 那應該都幾滿足到 就是 大家不是很中產想看星戰的觀眾的 那另外啦 突然之間爆出來的一套片呢 真是好像那片一樣的 爆炸性醜物 那這一套呢 就告訴大家 14月29號 那目標都是要衝擊這個奧斯卡的 那就在講這個呢 真人真事改編 那究竟是有多真呢 那其實就在講這個電視台的 女主持們呢 那樣被不停的性騷擾和前規則的 那那接下來終於 一陣子就爆大火 那接著就拍上這個電視台啦 那大家要看女的的話呢 這個裡面都有三個位的 這個裏面有NICOLE KIDMAN啦 有Charlie Falk Lawrence 有有有有有 有這一個 有這一個 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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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寒沙朗 對了 那接著下來還有這個小丑女的 你一提到NICOLE KIDMAN呢 大家是興趣即時低了一大字 已經年過50的啦 都已經 好了 接著下來下一套片呢 真實放言 不要誤會並不是N年前阿洛那套 荒字是 芬芳的荒 这一套其实都得大家留意的 因为这一套是 事之如和的作品 没有听错 这一套是这个法国电影 但是是事之如和 跨境质道的作品 这一套 首先有两个法国影后 就交回事之如和 去讲一些 关于一个演员 Family的一个 相爱相杀的故事 不知为什么呢 听下去 十分都有这个 事之如和 以往一些家庭电影的味道 只不过从这个日本家庭 搬到去法国家庭 就有点浮夸了这么多之后 会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已经在 这个澳门影展的时候 看了了 那套片都 几事之如和的 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好 等于看温碧霞的电影 就是很温碧霞的原理一样 好了 接下来有一套动画 是我和电影合一 一定不会看的了 凌帮发行 霸王龙 永远永远在一起啊 好了 小朋友都挺喜欢的 见到那天入场的时候 最后一套了 限量上映的 高仙发行的 卓祥导演的一套纪录片叫做《希盘》 整套片只有75分钟而已 就是看他怎样搭盘和拆盘咯 这套好像之前 这个典节都有做过的 那呃 即是 属于纪录片来的 我想是 属于纪录片来的 说回另外一件事啦 近期的一个非常之奇怪的现象 特别在12月呢 就是呢 无端端呢 是多部电影呢 是突然之间跟你上五场啊 为什么要上五场呢 讲片呢 其实有个规定 要在明年4月 角逐到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场呢 就成为本年度的电影 要求是12月31号之前呢 在正常的双形戏院呢 至少有50个座位呢 是需要上到五场的 那么近期呢 就有一大堆的片呢 无端端上五场呢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到 来到充斥的 那么有些片的原因呢 就是 预了明年才上 但是啦 今年上定五场才希望拨提名的 高仙呢 就成为了这一期的大湖的 那么一个有四套片 都是这样做的 王以林的金刀 周冠威的《幻爱》 有这个杨耀海的叔叔 再加上呢 就是呢 王国辉的一级指控 嗯 其实四套我们都看了的 好另外呢 接着下来呢 另一个大户就是英王了 就是李卓斌的《堕落花》 和这个 潘元梁的《圣河西谋杀案》 那么这一近期还有例子呢 就是 陆耳心的《baby伏仇记》呢 和陈果的《堕胎师》呢 亦都是这样上五场 至于还有另一类的呢 就是呢 摆明上完就算的 就是有上星期 在《Primer Elements》读加上的 我的拳王男友 导演《杜奇峰》 編剧《韦家暉》 向左和王可瑜主演 但香港很开心地是想 越越配音版 嗯 我的拳王男友之前 类地都上了啦 那么呢 状况都是非常之麻麻的 那么当然啦 有些部分 可能保留了某些 杜奇峰的位置 但是以往他的那个 完全不好啊 我觉得呢 我觉得呢 有些位置呢 不知是这个类地的影评啊 觉得呢 某些位置 保留某些 杜奇峰的一些奇怪的风格啊 但是呢 这些奇怪的风格 未必是香港人想要看的风格呢 我完全感觉不到 有任何杜奇峰的风格可言 即是完全是感觉到 杜奇峰是那种 打烂齋缝的味道咯 虽然好似很多人都说 杜奇峰自从来自发展呢 打烂了齋缝很久 那但是今次 已经去到一个 半折不保的地步了 那 为了这样的事情呢 而不做今晚的评审呢 绝对一个 陪了夫人又接兵的地步 不过呢 更加令人震撼的 就是年底还有一部片 会上五场的呢 就是陈德森的征图 那其实呢 这个呢 我觉得真的有一些 呃 那我应该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陈德森的 以往的作品 都真是有少少 不是很值得期待的 应该这么说 就等于其实陈果 刚才那套《堕胎诗》呢 你听到陈果呢 你又知道 那些期待的 即是 有时候不是 不完全 你觉得是 个导演不行 但是有时候 你只可以这样 他不是一个 你很容易 要去到 expectation 的位 是的 因为譬如说陈德森 其实到现在为止 你都这么长时间以来 就是过去 你觉得他真是 我觉得 可能大家觉得 他真是稍为好少少的作品 你可能分分钟都已经要去到 这个的 十月为食 或者同梦其缘 但是这些 都已经是非常之久的作品 嗯 这样讲 《十月为成》 其实是一套 陈德森拍到 是一个人生低潮的一套片 那上一套片呢 其实是讲的 王宝强的 《一个人的武林》 其实香港评价就不一样 但是外国的影展 似乎挺喜欢一套片的 征途呢 比较特别的呢 其实是一个 内地的游戏 改编的电影 那么 据知道陈德森都挺熟手这个游戏的 都似乎有玩的 那么 征途呢 其实中国大陆呢 都是来着的年初上的 那么 香港上五场的目的 究竟拨什么的奖项呢 我就不太明白了 因为始终 香港是不熟悉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大件的 反而呢 有一套片肯定今年上不了的呢 就是呢 周显阳的《真三国无商》 哦 那么 给回多一点时间 插一插的故事 和后期啦 我猜啊 因为后期都应该都要 要很努力一点的 是啊 因为 其实大家都很惊人 是 观看中的那些版本呢 是 不堪入目的地步 很可怕的 那么 来着呢 这个何瑟档其实呢 又有一套片加入战团 或者看见这张海报 就已经很开心 以为是 黄百明的八星酒店式的海报 这套片叫做 《智富者联盟》 但是那五幕 五幕和复仇一联盟 一些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套片原本是叫 《大迷信五大大附庸》 《大迷信三十周年纪念作》 那么 也不用说了 监制李居明 导演周浩雲 那么 那么演员信用是 李居明 陳志瑶 黎子山 莊斯敏 石泳利 跟着还会有 石修 和老真信 OK 那么听到的派面 基本上就是李居明 混TV 那么 这个也都无用制宜 那么 李居明都非常之好 那么 因为首先他自己 有了一条的院 那么 是的 一家戏院 那么 所以呢 那条院是一家戏院 那么 那么理论上呢 又有三卜牆 这个三卜牆 他每一次可以投影不同种类的画面出来的 是的 那么就是 其实你可以将《大迷信一二三》 同一时间投影 理论上都可以的 实际上是不行的 因为呢 他买了那个技术呢 已经是 其实买完之后呢 开了幕那个月呢 已经是停止开发了的了 所以呢 三个幕呢 另外那两个幕呢 只是白拿来摆 就是没有任何的 放映能力和作用的 嗯 大家去看看三个幕 都可以投影到嘛 反正 他有三角里居民 这个 可以是不同的装扮 是的 不知道 就是 深光戏院都是少去的 是的 就是比较少去 我个人比较少去 是的 所以应该 我想今年六里三年都不会去 是的 好像近日因为播放返校呢 很多人去了这个深光戏院 因为没有戏院看的 那 但是 你都明白啦 就是 因为人家想着独家放映 最主要的原因呢 并不是说 深光很想独家放映 而应该其他戏院 不想播而已 那么 值得留意的呢 就是这个星期呢 那么 这个英皇戏院呢 终于在I Square的戏院 终于正式开了 五个院呢 其实是保持着五个院的格局 当中一、二院 和Imech院呢 那个间隔就和以往一样的 大家都很认识的 最大的改动呢 就是三院了 以往呢 I Square的三院呢 可以用不堪入木来名用 银幕细细 又平到死 那样 文学今次和四院的格局 是转了之后呢 是调了九十度之后呢 是有斜度 而且银幕比以前大了一致 至于四院的这个贵宾院呢 亦都座位数目 由以往的三十八个位呢 又不是很漂亮的座位呢 变成了就好像中环的 娱乐行的座位那一只 但是座位得翻十六个 就是大家如果想尖沙咀 想包场 可能到了个位而已 但是都是那句啦 那英王的票价呢 以往就是偏贵的 那金铺呢 其实开了之后呢 但是旁边都有两个 三间戏院打近啦 海运一向都在啦 K11 现在都有些人运了过去啦 那到湾都有啦 那英王的定位会在哪呢 英王的票价呢 其实就跟K11差不多 票价是一百零零五元 那阿 Imax呢 其实据知道呢 今次因为升线是迟了开 那所以票价就跟了K11 就是二百元一张票啦 但是据知道以后呢 其实英王Imax的票价 都会用一个固定的票价呢 作为一个准则的 那英王的定位呢 其实就是 最主要呢 就是它的食物 大家如果去过中环 或者买安山 或者屯门都见到 去买那些几十元 就是很多不同款式的食物 今次还会是 主要买怎么知道 是有炸午餐肉 嗯 OK 都是一些 嗯 好 但是大家要试试一下就知道了 反正Christmas 总会有些东西可以试的 但是OK啦 那就是 大家如果 不太想 一定要走到去 走到去海旁 UA的话 那你这个 都可以去回旧的位置 可以坐下 OK 那就是 那就是 尖沙咀 其实现在类到类的状况之下 会有同日之间 出现了两间 iMAX 一间i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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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次 之前UA机用过的那一部材 各位是 但是 一盛更 tablet 而且 并且更为 比之前更are 好了,大家可能沒有這個機場 即是之前,大家機場現在沒有了 接下來可能也有一個大一點的幕去看看 究竟有哪一套到時需要這麼大的幕去看3D呢? 我們到時要研究一下 因為明年據聞都有阿凡達的意義,終於要上映了 不過是明年聖誕了 好,第二節時間差不多,回到後巷典縣 歡迎各位收集聽第三節後巷典縣 在下巷兵,很明顯就來撐一下場 好,知道這個電影盒就看了幾套片 第一套可以直接說一下 就是《逃出魔幻記》的霸氣聲 大家都知道,有人誤會了 上一次,這批新的迪惟莊遜這套《逃出魔幻記》 是第一集,其實那個是第二集 因為第一集就是《威廉士》 那時候拍的第一套 現在這個算是第三套 再翻炒同一套《逃出魔幻記》 當年就是這個紫棋遊戲 大家就從這個紫棋遊戲去掉這個飾仔 然後,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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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其實一些《Rock》跟劉華有很相近的作用 就是所有電影一到劉華的手上就變得很劉華 所有電影一到劉華的手上就很《Rock》 有了過17集的一些變數 就加入了一些無故 dengan 大家會遇到那些生活上的 biggest困難 但是接下來的男主角 大家都記得 Rock Well%不是這個角色 Rock 是一個引擎裡面的個角色 其實所有的人都寫著我身為 基本上是他想著重新reboot遊戲進去玩 然後去感覺一下無所不能的狀況 結果出了殷差洋錯又困在遊戲中 接著一中了豬隊友就想要怎樣把他救出來 這個遊戲機上一集已經被他打爛了 這次其實是在這個遊戲狀況下進去 於是無端一吸就把不良於行的主角的阿公 跟著阿公的老友都吸進去遊戲中 接下來角色就大兜亂了 阿公已經不良於行 結果一又去了之後就變成這個rock of the brave stone 接下來你會見到其實每個角色有趣的位置圖上一集很不同 由於你若變的character 若變住下去的靈魂不同 所以其實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包括在這邊都變得很嘴碎 因為這一個其實就是最早的蝙蝠校裡面的企和先生 他做這對角色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本身來說都挺好戲的 在外面 但是就變成他一定是Johnson 要扮他這種很威瑣的樣子出來 因為你拿這麼大隻要扮一個很威瑣的死佬頭 接著下來就經常覺得自己的下肢 就很奇怪 突然之間就覺得自己的身體很健壯 接著就整天尿士當飛 就霸氣 就開放這個霸氣功能 然後就吸引四周 那些不用打的敵人一起打 接著就幫整個團隊增加了無限的危機 是不用死的大家都輪著來死 然後就加上四個人裡面 那些角色這次有時候就可以刀亂 譬如說通過某些特殊關卡的時候 那些A和B的身份又會互換 所以那些人如果你不仔細看 你有時候比較難以捉到誰打誰的 而且由於這次進入遊戲裡面 其實是多於四個人 最終打的其實有七個人 所以整個地圖或者那些玩法都有些不同 但你說故事線 其實上一集的故事線 就感受一點的 這集的故事線 由於實際太多人有柴娃娃的關係 好像每個人都死了一條命 都不是很害怕的樣子 上一集大家都很害怕 還有可能已經玩過一次這個遊戲的關係 所以每個人對於這些技能 都相對來說是比較熟手的 但是這次的技能外面 是出現了一些錯亂 包括了可能上次是沒有弱點的 這次會有弱點的 這個Breath Stone 其實這個弱點叫彈簧刀 其實要去到一半的時候 你才知道為什麼彈簧刀是他的弱點 在一些你都比較想不到的位置 如果你以笑料來說 這集其實是夠的 但是由於這個劇情實際太鬆散的關係 還有一個邪惡大哥 一點都不邪惡 又一點都不難打 那些關卡其實又不是那麼難過 所以變成大家對於這個遊戲的投入指數 就小了 而且你也不是很擔心的 因為始終Rocket一個在這裡 就打死全家 是 是 有趣的 上一集 我記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那幅 變成了一部電影機 才該死 因為這次你說要再變 都真的難搞 因為上次那種 變法是挺有趣的 那 遲碼都挺好笑的 那 但是其實 這套呢 大家都可以進去笑一下 但是其他的片 那 我知道 阿 也看了 譬如這套的 反效 反效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說呢 當然跟金馬掌的題名有關 是不是 那 所以 這套片 其實 如何呢 就是我們 會不會有太高的期望進去呢 有時候 上個星期 由於我們 就暫停了一集 所以 其實這套是原本上個星期上的 沒有過這麼多 但是 這個星期 依然 原來我們 剛才第一節都說過 在這個頭山的位置 那 我看反效呢 其實在這個 虎山影戰的時候 已經看了 就不是回來香港看的 那 有比較多人談的問題 就是 第一個 就 十二月份 延遲到 十二月 那 那 雖然發行的 就是 總共只有十一間院去上 但是 出回來的 那個成績 其實來講呢 都幾爆的 因為真的很多人有去看 那我想其實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因為那個社會的氛圍 那當然 大家對於 這個話題就是 譬如說 政治 對於 可能所謂的 八色暗波 對於這些高壓政府 有一種可能感同身受的一種感覺 那於是 就是電影裏面是 去欣求一種 相似 或者認同感 那這件事呢 我覺得是有的 那也是這個大家很注重去看的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呢 其實呢 我經常都說 很多朋友呢 誤會了一點呢 反效呢 不是正史 所以不是正史的原因 就是其實它不是真真正正講的 白色恐怖 或者你講的戒然時期 可以嘗試去看的 第一套呢 其實是這個 男朋友 女朋友 楊亞傑的這個造品 那其實呢 當時它就說到 這個台灣 是不給這個集會 集會 跟著是沒有這個集會的自由 那也都 有很多的一些文書 書 或者這些東西 都上面有很多不同 就是如果大家記得張孝全 和這個巨倫尾 是啦 就是鳳小岳 是啦 嗯 這套其實是幾 側面去描寫了 當年 就是從這個 完全沒有集會自由 到開放集會自由的那個年代 那第二個呢 就是其實是這個 楊帆的淚王子 那也都在說當時那個革營時期的那個年代 那當然啦 如果你要再說 你可能牽涉到少少像 軍中樂園 或者是這個 幸福陸上 其實呢 都有一個 比較 完整一些的質感 那 反校的interest 你的位置呢 其實我覺得是 你的狀況有少少像 戲魔遇上殺人狂 就是戲魔遇上殺人狂 那其實呢 就算是《Good Liar》裏面也有說 其實希特拉怎麼會在戲院裏面被射狂死呢 是不是 不可能 那但是呢 那 你電影會這樣拍的狀況就是 你使到大家有一種 比較即時的 一種舒爽的感覺 那其實 我可以 就是 將某些事情 我可以將它魔化 OK 我這樣說 反校是一個 很成功的 一個 電話遊戲 但是 當你如果很成功的電話遊戲 要改編成電影的時候呢 你就遇到一個兩難的狀況 第一個 就是電話遊戲裏面 有很多山精鬼怪的東西 你在電影裏面 你不是那麼方便出現 因為你始終不是一個解謎的 這個電影來的 如果你完全是一個解謎電影 其實你就失去了它的主題 於是電影呢 就採取了兩條線去聚述這個方式 A那條線呢 就聚述其實 它迷失了它的校園 裡面 B那條線呢 就聚述它 直接回到當時的一些 讀書會本身來講 其實當時當然有很多這些問題 但是 其實那時候 其實禁的書籍 剛剛好 就是禁的 是 共產主義的書籍 所以其實有時候很有趣的是 其實你支持的主義思想 和你操作見識的方法 其實是 沒有絕對性的相關的 其實你如果可以嘗試 大家如果嘗試去套進去 社會事件 或者嘗試對好約造的時候 你正在說 沒有言論自由 其實跟你支持哪一種類型的主義 不一定有直接關係的 但是呢 這部影片其實有一個問題 在於 由於始終它保留了 很少遊戲的成分 那 你在試過角度上切換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 你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整個 你譬如說整個禮堂裡面 全部都站滿了一些 即是 頭戴、麻布袋 跟著 全部都有血滲出來的 那種恐怖的氣氛 那其實你在某程度上 你嘗試將 那些 感覺巨像化 但是呢 你一不小心就會變成 妖魔化的一種狀況 即是你不是反映著一個事實的一個全貌 所以 我這樣說 反校你可以當作一個 娛樂性作品 但是你沒有當作它是一個就是 啊 啊 九九八四恐怖就是這樣的 因為 那套片本身也很失焦的 因為你的遊戲本身來講 你牽涉到有私生戀 你牽涉到有老師 按摩老師 跟著學生其實就是 覺得 老師不喜歡他 因為喜歡了另一個老師 於是就去舉報 那 這些類型的東西 其實你混進去電影裡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 當然 他沒有考慮過 其實效果可能會這麼嚴重 那 事件上來講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這樣的事件 但是如果你放進去電影 就用這個當作是一個所謂的 戒然時期的一個言論 無自由的一個傳報 那其實是會失焦的 那 所以我這樣說 那套片的主子是值得大家去看 和深究的 但是 不要 將歷史妖魔法 我覺得這件事是比較重要的 其實有時候我就很容易 將歷史的狀況 譬如說 我將希特拉妖魔法 很簡單 我將這個 就是 我將這個 當年的 這個 就是 知田信長 然後 把它變成帝露天魔王 變成鬼母者 妖魔法很容易 但是 你不是代表 你這樣就變成事實 或者是事實 就是 你可以拿來做一個娛樂作品 但是不要當那些東西就是 變成了 那跟著來 就 拿它就代表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樣對於整個 整個歷史的階段來說 其實都是不公平的 那我會這樣說 那 所以這套片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相較來說 其實台灣有一篇演評 我覺得是做得幾好 寫得幾好的 就是 反效其實是用一些很具象化的東西 去勾起大家 對一些八色年代 一些不屬於自己現在面對的問題的恐懼 但是面對自己生活上的恐懼的陽光普照 其實呢 反而大家更加害怕藥場 所以陽光普照 台灣的票房是收得非常之差的 因為它揭露了大量 每個台灣人每日都可能要面對到的 因案面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更加事實的 因為其實是 你看到陽光普照的時候 你那種害怕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是說 你比反效是黑暗一萬倍的 因為你那種的狀況 你每一日 你的而且確是 身邊你都會遇到 那其實這個 我們可能 包括了今次 在澳門影展那邊的 敗幕電影 《麥露人》 其實多少都會有些 就是社會現狀 你可能你沒有說 純粹是貧富懸殊 你講的社會現狀的一些 得了探討 這個都是一些 值得身思的位置 那反而 如果你講的 今個星期裏 有一些 提取了五場之類的電影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看的話 我建議大家看看《幻愛》 《幻愛》這套作品 那《精神病》 有這個 其實是有精神病的 這個 康復者 或者是未完全康復的 他的日際關係 和他在 愛情路上 可能遇到一些 當然 這套片 都有很多 偶巧的位置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拍得比較 仔細的位置 就是在於 你嘗試去追求一個 會受傷的幸福 那還是 你會寧願 被自己停留 在橫角裏 變去一個 完全沒有痛的 一個幸福 那所以這個 我覺得其實 會是一個 比較值得 大家去深思的問題 根據星期日 學衡電影院到這裡為止 那下個星期 我們回來 繼續 拜拜 Honna 你想不想打雙尾燒點 想啊 怎麼才可以做到呢 嗯 機會來了 你只要入 一些錢 那進去 account那裡 就是匯豐銀行 652-593-039-838 啊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啊 不是匯豐銀行 652-593-039-838 咦好像還可以PayPal入錢啊 是啊 所以你現在可以立刻PayPal過數給我買包包啦 好 立刻就去啦 好啊 確實際 小營 臭 sorta 真的 風 女 歌 增